這個高雄市議員 黃哲也不用投票是無通過 這個白質東部的發言人說 接受這個結果 但是不可以接受這個 黃哲插頭違反到選白法 再去一趟早 早就促進到 選議會計劃 控黃哲 三十幾位 千八三的人 做回來高雄市選委會 白質東部發言人 起上限要來計劃 對上就是高雄市議員黃哲 說反正投票日那天 有違反選白法的發言 就是這段 政府的武器 鳳山人會讓全台灣的人知道 也會讓那些罷免的團體 以及黨派知道 民主不是這樣玩的 罷免不是這樣使用 想想公開優惠的險疑 選委會表示受到具體的修正 對依照法律進行調查 廣州人員沒認真理人叔叔做錯 洛湘也有民眾來簽名 甚至不願高雄市民進黨議員 國民民的總部 白人第二次 當地經過選委會 新早國稍微補兼五千多分 白人團體的暗算 在那後全國選委會上行 有信心可以過關 這一步 這一步的罷免 看起來的第一次來是停不下來 而且照上面的